2018年10月,赵丽颖和冯绍峰在知否知否因是绿肥红兽开播前官宣结婚 一开始知道两人结婚消息时,赵丽颖的粉丝都表示不能够接受 毕竟我们都知道冯绍峰的恋爱新闻还是挺多的 很怕银宝在这段感情中受到伤害 不过随着知否的热播,网友们也打破了偏见 一时之间,赵丽颖和冯绍峰这类夫妻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羡慕并祝福的对象 时至今日,还经常看到有人在重温这部剧 觉得二爷是明朗的避风港,是他最好的归宿 但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戏剧 赵丽颖2019年生下儿子,今年4月就官宣离婚 目前还能想到两人合体的画面,或者在一些综艺片段以及一些社交信息 都觉得两个人是甜蜜的 还有冯绍峰在综艺节目中说什么都能提到我老婆 而且做什么都要征求老婆的意见 让人觉得这段婚姻真的是女强男弱 也让冯绍峰成功贴上了《浪子回头》的标签 在《遇见天坛》的节目里,冯绍峰谈起自己的儿子和家庭 更是滔滔不绝,充满负爱的描述 但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刻开始 这种甜蜜,戛然而止 从赵丽颖方回应来看 两人离婚是迫于现实,意味剧少离多 最终选择和平分手 不管是赵丽颖还是冯绍峰,都持着好聚好散的态度 但婚姻真的是这么简单的好聚好散吗 在离婚后两个月,赵丽颖首登参加综艺,拜托了冰箱 节目中能够看到她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虽然药帽还是充满胶原蛋白 一点都看不出已经是当母亲的人了 但是情绪上明显比之前低落了很多 时不时的会一个人发呆,眼神又有点失神 和她之前参加综艺节目的样子天差地别 原来在参加综艺的时候 她时不时的喜欢补刀,笑咪咪的对别人 也由此获得了赵小刀的称号 但是离婚后的赵丽颖,整一个人像一个平静的湖面 偶尔才泛起涟漪 期间,何炯一直地积极地掉头氛围 但作为赵丽颖最喜欢的一个主持人 对于何炯的卖力演出 赵丽颖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一直在埋头吃饭 可能是意识到综艺会让自己的心情更放松一些 赵丽颖还作为飞行嘉宾 参加了新一季中餐厅的录制 在综艺里,林静作为最敢说的人 再加上已经和赵丽颖合作多次了 直接问了别人都不敢问的问题 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以为你会有多远多多远 林静说这个话 一个是因为上一季赵丽颖来参加节目的时候 被剪辑黑了个遍体鳞伤 再加上现在刚离婚不到半年 就来参加这种综艺 担心他会不会不太适应 赵丽颖也是很坦率的一个人 直接说我要把自己的伤给吃回来 我是来治愈自己的 我在想你是不是要躲得有多远躲多远啊 那我要把我心里的伤 来那个 不过他今天是来吃饭的 他要把他的这个伤都吃回来 对吃回来 听完赵丽颖的回答 网友们表示十分心疼 在黄小明的面前 赵丽颖还会像见了两家人一样 还是像那个在餐厅中埋上埋下的员工 会敞开心扉的和大家聊天 两人就这样坐下来闲聊 期间黄小明就问赵丽颖会再婚吗 这让在场的赵丽颖非常尴尬 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于是看了一眼自己的经纪人 经纪人回答是没有 在经纪人说完这两个字之后 赵丽颖也是接过话回答 她说现在不都是沉淀自己的时候吗 现在应该是为自己事业拼搏的时候 至于感情应该还是要先放一放 沉淀好自己 然后才有可能会去考虑 既然离婚已成定局 那我们也只有祝福赵丽颖的未来 愿她越来越好 她日找到自己的良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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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